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东方日报报导 香港房屋供应紧张 政府早前宣布将实施先度计划 资助非政府机构租用大约800个酒店和宾馆房间 作过度性房屋用途 并将会在这个星期同业界举行网上检介会 有消息说计划反应不错 目前有大约2至3栋位于市区的宾馆对计划感兴趣 预计可以提供大约1000间房间 另外有业界人士说 行内大部分人对计划感兴趣 只因这个是业界的唯一出路 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才能够保留宾馆牌照他日东山再起 明镜报报导 香港近年出现移民潮 不少人举家移民或送子女出国读书 多家名校近日公布接受新学年策班申请 其中直知名校拔岁南书院附属小学 开放更多年级的下学年策班申请 涵盖小二到小路 不少家长争取为子女转读心仪学校 策班委竞争激烈 有学校年初 招生本学年下学期策班生 收到超过150份申请取60多人